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制造很多的废物 那什么是废物呢? 人们拿着大包小包自己不要的东西往垃圾车上扔 废物 是对使用者来说已经失去原有使用价值而被丢弃的东西 废物 是对使用者来说已经失去原有使用价值而被丢弃的东西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废物有哪些种类 果菜皮是食物残渣 蛋壳是食物残渣 咖啡咖啡渣是食物残渣 剩饭剩菜是食物残渣 是食物残渣 食物残渣是一种有机肺料 旧报纸 旧报纸 旧报纸是 纸 鸡 鸡 也是一种有机肺物 鸡 也是一种有机肺物 电池 电池 灯管 都是有毒肺料 有毒肺料也包括了家中排出的肺水及工厂排出的肺气等产生对生物有害的物质 玻璃瓶是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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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废弃的瓶瓶罐罐都是由玻璃制成的 废铁是 金属 铝罐是 金属 铝罐是 金属 金属 废铁和铝罐都是 金属 金属 铝罐类的废物还包括了铝箔纸 食品罐头 汽车 汽体等 尿液 尿液是 排泄物 分便是 排泄物 尿液 核分便是 排泄和排遗物 排泄和排遗物 是从人类或动物体内所排出的废物 塑料 塑料瓶是 塑料 塑料用具是 塑料 塑料袋也是 塑料 塑料袋也是 塑料 塑料瓶 塑料瓶 塑料用具 塑料袋都是 塑料 塑料 让我们一起总结今天所学的科学知识 废物 有 食物残渣 紫 有毒废料 玻璃 金属 排泄物和排遗物 塑料 你还能够为这些 废料的种类取出哪些例子呢? 今天的课堂评测是 要考一考同学们 以下的废物将归类在哪一组的废物的种类里面呢? 同学们,加油哦! 绝餐 鸡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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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质 牛粮 牛粮 鸡骨 鸭虫剂 水瓶 蓄电池 果酱品 废弃电脂产品 同学们,刚刚的废物将归类在哪一种废物中呢? 请你试试看 加油哦! 加油哦!